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这堂课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范形接口 范形接口就是允许我们将接口中的成员 将成员的参数和返回类型 设置为范形参数的这种接口 那么就是范形接口 貌似好像也没什么新意嘛 就像类有点相似 就像范形类一样 那么这是范形接口的语法 和范形类也很像 那么前面是interface接口关键字 然后接口名称 后面加一个尖括号 尖括号中间写一个范形参数 那么范形参数可以出现在范形接口成员的定义当中 那么这个可以出现在参数位置 也可以出现在返回值位置 可以接一个范形参数 也可以接多个范形参数 和范形类非常的相似 好那么我们来看范形接口的实现的语法 我们这里有个A类型实现了I myself的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它的类型实参呢 我们用的就是A类型本身 那么可以是实现类本身 也可以是其他参数 假如这个A类型本身有一个本身是范形类 本身有个范形参数 这个技能执行这个指令 我们学习一个指令 执行这个指令 然后怎么样实现呢 我们有一个拉布拉多的狗狗 我们之前已经定义过了 我们这个狗狗很聪明的 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狗 第一类狗 大概有五六种的样子 其中拉布拉多就是名列其中 那么这个狗狗聪明的标准是什么呢 所有的指令 基本上学习一遍就可以记住 非常的神奇 那么我们想让它学习一个坐下的指令 比如说坐下 它就坐下 那么想要学习这个指令 想让这个狗狗学习这个指令 我们在代码中的表示 就是实现一个I learn set的接口 那么这个狗狗就可以act 就是执行坐下的set的指令 非常的聪明 那么这个我们传入是set的指令 那么它就坐下 传入是捡球 它就跑去把那个球捡回来 汪汪叫 那么它就执行汪汪叫的指令 跳一跳 它就执行跳一跳的指令 这两个是对应的 学习什么指令 我们就实现什么接口 实现什么接口 我们就可以在方法当中定义一个 在接口当中声明的这个成员 然后并且这个成员 它的参数类型 就是我们这个范形接口的食餐类型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啊 就觉得有点问题啊 那么我要这个狗狗很聪明 我可以学习100条指令 难道我要实现100个接口吗 我们只是为了说明我们这个语法特性啊 大家不要钻牛角尖 好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个定义了 我们这里拉布拉多狗狗实现狗狗 继承狗狗这个类 狗狗又继承宠物类 我们之前是写过的 之前的课程写过了 然后我们这里新写了一个指令 指令类抽象类 然后指令里面有个获取指令的这个抽象方法 然后我们这里定义一个坐下 sit到个指令 然后继承了这个抽象类 然后重写了抽象类当中的方法 抽象类当中的抽象方法 好 那么我们现在想需要写一个什么呢 需要写一个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呢 我们写到上面了 我们需要写一个公有的接口 这个接口呢 就是idog 然后学习 对吧 学习一个 它是个范形类 学习一个指令 就是一个指令 这范形参数我们就叫cmd吧 叫c吧 学习 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个指令进行一个约束 对这个范形参数进行一个约束 这个参数约束成什么样呢 约束成必须是狗狗指令的类型 或者是它的派生类型 那么我们实现一个act的方法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c类型的cmd的指令 那么我们想让拉布拉多的狗狗 学习到坐下的方法 我们就要实现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我们可以传入一个具体的指令 是吧 这个指令必须是dog command 这个狗狗指令的passion类 或者是狗狗这个指令类本身 实现这个接口 然后我们这里打印一个public 然后实现是吧 whatact 然后我们这是一个实现了一个范形接口 范形接口的具体的类型食餐是坐下的指令 所以我们这里 大家注意这里 坐下的指令 应该是坐下指令的类型 然后我们怎么实现呢 那我们还是打印出来吧 好 打印 打印出来这个坐下的指令 实际上就我们可以假想它是执行了坐下的指令 是吧 然后 给我们cmd 然后还有个get command的指令 把这个输出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错 没有错 没有错的话 我们定一条拉布拉多的狗狗 对吧 这狗狗已经存在了 而且这个狗狗 它是学会了这个坐下指令 因为它实现了坐下指令的接口 之所以它实现的接口 我学会了这个坐下指令 是因为这个实现的接口 学习接口当中 我们传入的食餐是一个坐下指令 我们这里可以再写一个汪汪叫的指令 那么这里再接个逗号 i.dog.learn 然后尖括号 是吧 汪汪叫的指令 那么我们这里再实现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狗狗就可以实现汪汪叫的指令 那么我们可以让它act 是吧 这个时候既然它实现了汪汪叫的功能 我们主人就发出指令 让它汪汪叫 对吧 就让它汪汪叫 你有一个对象进去 也就是相当于给它传一个指令 act 造个act 就执行这个指令 我们看好 sit 如果我们再定义一个指令 是吧 再定义一个指令 比如说叫做speak的指令 speak的指令 那么我们这里就是汪汪叫 那么我们再实现一个接口 叫做i.dog.learn speak command 那么我们这个dog这里可以实现一个汪汪叫的方法 那么也是获取它的指令 这里面没什么变化 然后我们的这个dog呢 就更聪明了 是吧 它可以执行一个新的指令 叫做big dog command的指令 就会汪汪叫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想学习什么指令 只需要更改这个范形接口的类型食餐 同时让这个狗来实现它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这就是范形接口的好处 好 那么我们这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